大家好 现在我录制中共政治人体实验场实验报告 52 中共是怎样迫害我妻子西悦的 西悦啊 出生在1973年 她从小跟我一样 就是一个被拐卖的女孩 她的爷爷很知道 从小她在家里呢 就属于一种被抛弃的状态 那么她呢 又由于共产党插手她的家庭 使她的父母很早离婚 西悦饱受从童年青少年起 就饱受了生活的艰辛 那么共产党呢 在她这个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呢 断绝了她所有向上发展的道路 不让她读书 那么在1999年 1996年呢 她遇到了前夫 雷利叶 1999年呢 共产党把她的眼睛通过神经控制武器 找这个同人医院的医生 给她动了七次手术 使她的眼睛出现了问题 造成了她眼睛上的残疾 至今她的眼睛都是有残疾状态的 后来她跟那个香港的雷利叶 雷先生结婚之后呢 先到了东莞 到了东莞以后呢 又到了这个香港 然后呢 就他们准备移民 澳大 渔民这个加拿大 结果呢 是怎样呢 在2002年的时候呢 他们想把 西越 带到澳大 带到加拿大 加以杀害 结果被加拿大 当时引起了国际性的事件 这个曾经 江多民曾经在西文联播里出来过 就这件事情 当时想杀害西越 那么后来呢 西越呢 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孩 她一直的就是 在各方面的努力的 积攒了生活的这个积蓄 本身也非常节俭 那么她呢 购买了一定的 购买了一些保险 也努力的存下了一点钱 那么从08年开始呢 共产党开始用神经控制武器 对她进行残害 从事这种高科技犯罪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在东莞那个地方 曾经有一个叫 西越珠宝资源有限公司的 巴拿马文件里头 有一个西越珠宝资源有限公司 这样一个公司 她的那个相关的注册地址 相关人员 都是与西越直接相关的 她的那个人 那个主管人叫刘小平 按照广东话就是雷小平 对吧 那么她实际上 与西越直接相关的 从08年起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上层改革以来 她共产党就开始 在对香港的西越 使用高科技武器进行犯罪 指使她的丈夫 诱骗她到精神病院 加以迫害 那么西越在找工作工作过程中呢 他们给她制造了重重的障碍 不断的加以丢难和虐待 然后指使她的丈夫 把她诱骗到精神病院 加以迫害 栽赃她的精神病 并且对她进行多次的投毒行凶 多次的投毒行凶 妄图把她置叹置死 他们对她的前夫雷丽叶 利用美色 用美用女人勾引她的前夫 同时给雷丽叶一个有钱的 一笔巨款的假象 封口费的假象 为优尔拆散了她的家庭 使她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又指使她的父母 姐妹 女儿 从在家庭内部进行捣鬼 对她进行迫害 使她生活难以为继 生活非常艰难 她整个因为她在从小 受到共产党的打压 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说西悦始终是 在这个艰难的生活困难中 谋求了生存之路 她的身体呢 也受到了各种这个 艰苦劳动的伤害 那么同时 共产党人 他们直接 就是已经猖狂到 直接的把西悦在银行的存款 盗取了 把她 把她购买了几份保险 都通过各种盈利 造成了亏损 造成了亏损 直接盗取她的银行存款和保险 然后呢 在她离婚之后 西悦生活非常困难 陷入了困境 这时候呢 他们只是香港政府的 内部工作人员 特别是一些 与残疾人有关的 这种工作人员 百般刁难西悦 百般刁难西悦 在工作安排上 百般刁难西悦 他们串联起来迫害 我的妻子 迫害西悦 使她就业困难 生活没有着落 经常是半年 五六个月 找不着工作 不让她有固定的工作 有固定的收入 而她的前赋雷利业呢 这个时候呢 又以赡养费为名 来要挟她的妻子 要挟她的前妻 媳悦 同时 共产党人还纠缠她的 女儿雷倩平 加剧生活的 使雷倩平不断的 以补科为名 以生活各种需要为名 以开销为名 使她本以非常拮据的母亲 面临着生活上的困窘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人 入签了她的手机 使她 不能够把真实的情况 通过网络 对外发表 封锁了她的网络环境 监控她的网络手机 通过电磁武器 不断的破坏她的通信系统 使她无法与对外 进行正常沟通 一般人都能使用的 网络通信工具 而西岳却无法使用 他们等于是 捂上西岳的嘴 进行行刑犯罪 并且指使她的邻居 监视西岳的生活 同时 他们还找来了一大批 人士来对西岳进行诈骗 诱导 甚至 不惜说 这些所谓的受害者 这些所谓的共产党特务 所谓的受害者 不惜掏钱 让西岳到北京 上罢 拿西岳当猴耍 对她进行诈骗 让她误入歧途 同时呢 他们还用 这个教会人员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 栽赃西岳 是精神病 用精神病人 用精神病院去骚扰西岳 用教会人员 对西岳灌迷魂汤 让西岳认为 给西岳传递假消息 让西岳不能正确的判断事物 不能正确的理解自己所处的情况 然后呢 在西岳的工作单位 又组织了 因为她的工作单位就相当于劳教场所一样 她只能被安排在某一个特定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她受到了孤立 甚至是虐待 甚至是排挤 甚至是迫害 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 然后呢 他们通过网络环境 一方面封锁 一方面向她传递假消息 一方面对她进行精神酷刑和虐待 所以西岳现在完全处于一种 被孤立迫害的状态 他们栽赃西岳是精神病 栽赃西岳是妄想症 栽赃西岳是自闭症 真实的情况呢 是他们对西岳进行了软禁 监视居住 隔离 迫害 带着黑头套殴打她 然后他们又制造了我和西岳交往上的障碍 对我和西岳的交往进行录音 录像 并且因为西岳到北京来看我 而把西岳投入到看守所 对她进行羞辱和虐待 同时把我们手机通话 都进行了一天24小时的窃听 录音录像 干扰我和我妻子的正常通讯 大家看到了吗 他们就是这样 从精神上 从肉体上 把我的妻子孤立起来 有组织的对她进行虐待 迫害 神经控制武器的殴打 诈骗 然后指使一些特务人员 成群结队的 又使她 侮辱其徒 盗取她的银行存款 保险 把手伸入她的家庭 制造她生活上的种种困难 不休止的刁难她 用她的前妇来要挟她 给她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直到我妻子在两年前遇到我之后 我逐步的带我妻子走出了这个困境 现在呢 他们就是可以说使用一切手段 在我的妻子面前 都已经彻底的败露了原形 已经原形毕露了 那个巴拿马文件 我们已经调查的非常清楚 我妻子 从小遭受了迫害 也可以说我和我妻子的姻缘 应该是从一出生就有的 他们当时甚至不惜想把我的妻子 拐卖到加拿大加以杀害 这是何等的凶残 栽赃她是自闭症 栽赃她是精神病 栽赃她是妄想症 你让大家听听多么可笑的人 一个在社会上生活了四十多年 曾经有了不少朋友的人 你让那些他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们听一听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他怎么可能是精神病 妄想症自闭症的 好 今天我就初步的介绍一下 我妻子希悦遭受迫害的情况 谢谢